儿童节清明四天连假 游乐园塞满人潮 紧接着五月份还能再玩一波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 刚好就在礼拜三 因此不管是往前请假两天 碰到礼拜六礼拜天 或者是往后请两天 都同样可以有五天的连续假期 我的话我会修这个吧 两天的话还修得过去 五天应该只能去日本 韩国就是比较宁静一点的国家 达人推荐日本东北 可以泡温泉游船吃海鲜 限时折价两千元 也推出乐龄五十岁以上 团费可享八五折 立山雪墙这个部分的行程 现在是四月中到五月中之间 其实是非常 这个行程是非常的一个热络的 如果我有很多假 可能就休四天吧 换牙如果是长假的话 通常会想要出去外面走一走 来到六月还有端午节 想要联休假期最大化 可以请假六月三号到六月六号 等于请假四天 可以联休九天 克罗埃西亚它算是比较小众的一个目的地 那今年我们也发现说 在五六月的期间 我们的购票去飞往克罗埃西亚的 这部分来讲是有明显的盘升 取景中欧克罗埃西亚 美国影集冰雨火之歌场景 也是热门航线 含税价三万元有找 欧洲县的伦敦和巴黎 六月份有两到四千元降服 海岛县的关岛或夏威夷 也能省下五到七千元 善用特休假让假期变长 就能飞长城县来趟放纵之旅 三月圈全好全清 看不到